歡迎大家回來堅仔賽馬頻道,我是波仔 隔了一個星期回來跑馬地馬場,有九場夜馬賽事上演 記得頭場開跑時間是6時45分 以往跑百萬挑戰賽,最後一天的賽事 上季或前季都是採取九場賽事 而今次所創的跑道就是全闊A跑道 今季跑五次的A跑道,短途、內蝶、前置的馬較好 中距離稍為平均,但走三蝶的馬是相對吃虧的 而今次的賽事中,有不同班次 以及比較多的路程,讓大家參考一下 有四班一千,也有一班一千二米 頭場就跑五班千八千 首選方面,選了這批九碎老馬的市民獲利 阿芳仰的馬都相當熟悉 最近在四班,過五班邊緣的時間 出賽的相隔日數比較少 相隔八天,相隔十天,相隔十天 似乎是想麥跑到五班 而今次到五班後,休息大約兩個月的時間 亦做兩貨集,讓一隻馬更多開氣 因為在昂貴初的時間,他連鋪了幾場 表現還挺穩定 他當時是昂貴初,做一貨來地閘 然後上陣,熱身一場 第二場就想出擊 正等於今次,試兩貨集就等於跑多一場 好,帶大家看看歷史 就是昂貴初,079總場次 六三黃帽,就是事必獲利 隔了大半季的時間,左右旁邊的對手都有表現 例如火百合,月木星光,暫光最醒 中間最醒神,神龍區 今季都交出表現 這批老馬,今次到五班佩潘頓 而今次荒仔,都隔了一輪,沒什麼東西 之後都放了一個陣 面對著這批五班對手 還有,頭巡,估計都有不少前置馬 如果你說,放出來的 有大騰王,這隻的靈騰王 另外,很醒神,這些都是前置的 所以士邊獲利,可能會相對好跑 我相信,等那麼久,操足,擺盤盾 我相信,都不想保留 所以先選擇他 而次算,九日六號的天賦威力 除了說方姐之外 賀然星期三,那手馬都不頑 其一就是有轉數高 甚至乎一排在八萬挑戰賽第三位 這隻勤得兼備,都會上陣 還有這隻天賦威力,都是季內贏過馬 今次轉過來谷草 其實他在元旦日贏馬那場 雖然是147個贏馬 但贏得來也有說服力 因為看回,當場的斷速都是前快後快 只不過手在第二位那隻活力得勝 打算你沒什麼賽職,就打算入直路才過 誰知這隻天賦威力,都是頗硬的馬 而看回,上一場這隻天賦威力在400種場次 守著在第三位 回來跑第三,賽職上都算OK 但我覺得他還可以再發揮得好些 因為這一場,步速比較慢 不過他那兩隻就是七寶和輝王巨星正正在後面 而天賦威力,是證明了一隻有氣量 是跑快步速好的馬 轉彎,中不走的話 你給兩隻很後勁的七寶和輝王巨星 他們都是四落五,比較有班底的馬 就蓋過了他 七寶上來千八都可以 其實這場的400種場次的斷速是很慢的 所以降低了他們的氣量要求 而輝王巨星剛剛在日賽中 就升班加程 可能是未夠氣量和對手不同 所以上次天賦威力回來 不是輸很多給這兩隻馬 看看今次吸收了多次的教訓 今次過來谷草 對手又會不會那麼強 看看會不會自己順走 而另一隻可以擺前一點 就是四角鑽協精英 上次波仔都有選擇冷腳 因為始終季內在五班裡 是時刻都有表現 結果上一次九檔殺到馬尼 只是輸了給一隻手 在BOX的安定繁勝 都是帶大家看看 季內跑千八 贏馬的時間 這場都是千八 六三藍帽橙 這隻就是聚協精英 這場的步速都不是很重要的 都是快的 原來都走二疊 在旁邊就是金骨 在泥地 蠻勇勇的威震天 大外當 當時未夾的聖木快驅和金銅 一起盯殺上來 都頂得住 這隻協精英 以往 蔡明曉 其實這匹馬 都是熟的 上一次 都是他入到位 何良近期都贏了 馬 希望可以繼續交表現 今次都會有些標標 落斑 看看會不會繼續配合 而另外十二號 競進飛鷹 谷草 他贏 贏二千二 千八 是不是路短一點呢 但是 剛才說過 我猜這場有正常的步速 氣量方面都會考驗一下 他贏得谷草二千二 我相信有氣量和谷草的性能 未必會不會 不只會跑二千二 去到千八 你就說他谷草性能不行 沒理由 如果今次有內檔 如果他負責一段 看看會不會欠到配腳 另外蒜頭爺爺 上一次賽後解釋 竟然說 他很久沒試過背重磅 所以 令人失望一點 看看今次多了一次 近期背重磅之後 換人會不會好些 馬 早上跳得幾滴 不過 始終七歲馬 看看 退步程度會去到哪 都是配腳範圍 好了 頭場的時間 波仔選一號的視頻獲利 羅天賦威力 是由主協精英 和十二號競爭飛鷹